各位 歡迎回來 這是這一輯的最後一集 講到跟我們中國有關的事情 首先看看作為一個戰場 作為一個棋子 可以說後果就非常之悲催 最有可能就是經過這次俄烏戰爭之後 烏克蘭這個國家可能只剩下一小塊地方 可以再叫做烏克蘭 大部份地方都變成了非常之 要不就被波蘭、匈牙利拿去 要不就被俄羅斯拿去 有些情況之後 可能有部份會自己宣佈獨立等等 所以整個烏克蘭最悲催就是 這次之後 因為找了一個這樣的領導人 於是後果坎餘 這就是軍事的判斷 最重要的是在金融方面 我剛才已經說了 俄羅斯的金融戰爭打得非常漂亮 而在這裏 它最漂亮的東西 除了保護自己本身的貨幣價值之外 就直接把西方整個金融的假面具 全部撕破 這是最重要的 在金融方面 由於俄羅斯 對俄羅斯制度過分使用了 這個信用工具 作為武器 結果現在反彈回頭 真是大劑了 過度使用信用武器 觸犯了兩個非常重要的資本主義天條 這條是什麽呢 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 這件事我們見到 俄羅斯的有錢人 在世界各地的財產 被他一手吞了 另外俄羅斯的國家的儲備 亦都被美國一手吞了 這變成了私人財物 神聖不可侵犯 已經不再私人財物 第二部份就是破壞了國際法 他提到的一本書叫做《羅織經》 我嘗試說服余動我們今晚說羅織經 但如果他不肯說 我都拿來說 所以大家稍後還有半個小時 請收看我們的《科科有譜》 今天會說這本 可以說中國最嚴重的禁書 中國有很多禁書 但禁書有不同的原因 這本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禁書 我找到這本書的版本 所以稍後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破了兩條天條 一條直說了 就是私人財物 神聖不可侵犯 第二就是國際法 沒有了國際法可言 所以對西方來說是一個非常大的範圍 另外他順便提到另外一件事 現在資本殖民的工具 其實有兩個 一個是道德綁架 另一個是軍事威脅 軍事威脅用得多 道德綁架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到 我們很多人被洗腦 一定要自由民主 這是道德綁架 將一個偽重要性的東西 將它變成重要的東西 綁架我們 這是一個重點 信用有什麼呢 用方法來資本這邊 第一就是道德 國家信用 這個沒有了 第二就是 貨幣可以換到實際的東西 俄羅斯就用這招 你要買油 用腦波 這個就是這招 第三要有辦法 可以交換 有人肯要 他跟一些半盟國 不要說是半盟國 關係非常好 印度願意用腦波 我們中國也不反對 兩個人口大國 其中一個是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國 都支持腦波 他就想不到 而今次 人們開始想 歐元、日元、美元、英鎊這些 真的信不信得過呢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 對將來世界的挑戰 好了 很快就跟大家跳回來 我們中國的問題 如果我們真的要 武統台灣 希望不是 我也不希望是 他提出 現在世界上有四個軍事強國 美、中、俄 第四個是以色列 本來以色列 用令軍事osto 軍族做得很好 戰略 raising 如果要做這種事 他準備了五張桌 一張大桌 另外第二章 另有四個小拒 加上五張桌 另一張大桌 當然 即要給美國 這一定要肯定在西太平洋中國以外 一千海里以來的背景以來 不可以讓美軍存在 即是東風快遞 因為他簡單說東風快遞 第二張桌子分為四個小桌子 原因是什麼呢 日本、韓國都有美國軍事基地 所以如果一旦發生中美衝突 日韓一定會參加 所以第二張桌子是什麼呢 一個小時內要解決日韓武裝力量 這個難一點吧 這是第二張桌子 中國可不可以到時拿出這件事 一個小時內將日本、韓國解除武裝 做到就不用怕了 第三張桌子是什麼呢 新加坡 一樣要在一個小時內控制新加坡 為什麼呢 南海通道 我們一定要保持馬路甲海峽通暢 所以一定要做到這件事 第四張就簡單很多了 對付三哥 保持印度洋各方面安全 只要這次戰爭發生的時候 印度不要在我們邊界搞搞共 那就搞定了 四張 最後那張才是台灣 台灣這個很簡單的 我們找一些飛機下去 宣佈指權搞定 所以我覺得這個相對來說容易 因為如果前面那些做到 美國不能夠接近中國海岸市一千海里 日韓兩個一個小時之後被中國已經解除武裝 新加坡也解決了問題 不一定要打他 但只要新加坡站在中國這邊 這樣就搞定了 阿叉三哥 你安安分分不要動 這樣台灣那邊 只是掌精釋 派人進去就可以接收 所以我覺得 但是在這個程式之下 我們再看回我們這篇文章的第一段 即我這段第一條片 最重要是什麼 是要有辦法可以描述好一個道德為治 可以說到給別人知道 我們這個是被迫 在一個民族的被壓迫之下 被迫的東西 這個道德高點我們要站得到 我們站得到的話 這個是小彩一點 我覺得這篇文章很精彩 我真的建議大家花時間 由台看到尾 後面還有一部份我沒有跟大家說 那裡一樣很精彩 所以老實說 別人的文章我只能吸收一點 吸收不完 所以如果大家朋友覺得 更加有什麼地方 覺得精彩的話 請留言 請留言